那去年11月 法国多个地区爆发黄备新示威运动 诉求从一开始的不满油价持续上涨 到最后就演变成了暴力示威 并且极力要求总统马克龙下台 为了舒缓民怨 马克龙也举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全国大辩论 巡回各地去展开对话 了解示威者的诉求 那虽然在辩论期间 上街示威的文数有明显减少 但也有抗议者认为 这些辩论全部都是空话 而随着刚刚过去的星期五 学会辩论宣告结束之后 黄备新示威行动再次升级 这次示威者们希望可以来个暴力总动员 给马克龙发出最后的通牒 逼迫他辞职下台 持续第18个周末的 法国黄备新示威运动 上街示威的民众暴力行为 如今重回当初的激烈情况 示威民众又是伪欧警察 又是破坏建筑物 多家商店的玻璃窗户都被砸碎 无依幸免 有的店面更被人纵火破坏 浓烟几乎是笼罩了整个巴黎街头 期间警方也动用了催泪弹和高压水炮 来驱赶示威者 但这似乎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有示威者藐视 他们不满总统马克龙频频开空投支票 才会这样持续和政府对抗 因为马克龙没有提出的事 但他没有做的事 看着 重新升起来 不平均 我们要到哪里 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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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转向塞尔维亚 反总统武器齐独裁统治的周末和平示威 昨晚同样转时上演 这个从去年12月份开始 一样是每个星期六举行的示威 来到昨晚 有大批示威者聚集在塞尔维亚国营电视台外 抗议报道偏颇 有的示威者更在反对派领袖的代理之下 直接闯进电视台抗议 并要求全民发表谈话 场面一度火爆